天天 大家好 我今天其實是來帶一般的就是 就是帶給他 從小哈姐很東西趕不出來 然後我就 就是大家來講一下我 我的癢要我剛剛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的癢要是 這是玩具總統 我的癢要就是雙擊這些玩具 WOW 好,然後我可能從我小時候開始講講 這個大家應該有看過吧 雞鋼戰士 然後他的玩具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那個就是一堆動物 然後可以把它拆開然後去裝成這樣 然後我記得這個好像是國小到幾年級的時候買的 呃,我有買這個全部我有買 然後他的這個刀我有買 那買這個刀的時候就有個故事 就是因為我從小是住在台北 那爺爺去台北的時候就一定會帶我和我弟去買玩具 然後這個刀呢,因為他是廠長的 那因為我媽比較兇一點就是不讓我們買玩具 所以就只能找爺爺 然後買回來之後一定要帶回家 那帶回家,不知道怎麼帶 也不像手就拿進去,拿進去已經被沒抽 那我爺爺就想到他就把他的外套脫下來 然後包在他的外套裡面 就走進門一樣是被發現 因為長長的,哪有人外套長這個樣子 對 可是這種,因為以前小時候玩具不會 不會珍惜 所以這些玩具都已經不見了 或者丟掉了 然後再來這個,大家知道什麼東西嗎? 賣的賣絲 欸,有人知道耶 這個東西就是他外面很醜醜 但是他打開裡面也是醜醜 他這個東西就是他有一個被關注的人 他當然就叫賣絲版了 我會有點忘記,因為得買給我之前的東西 然後他就是,他好像是一個卡通 然後他裡面就有很多不一樣的機關 他就是每天就是拿這個人 然後在機關裡面走來走去 對 那再來就是,到了火箱 對,這是閃電P車 那閃電P車它是一個 是一個那個叫什麼 動畫 它就是 一個很長 比現代 現代F1還要現在的賽車 的一個動畫 那他最近開始出了一些像這種 這種玩具 那我跟我弟就開始 開始買 買這些東西 對 那像這個還蠻酷的 他這個就是還可以變形 所以我可以變 欸 還是變亮 然後他有一個很奸詐的地方 就是他有 他這種 這台車有三個模式 第三個模式是越野模式 但是越野模式 你也要再買一個新的 就是他 他不給你賣套件 他就是賣另外一台車給你 所以他這一間廠商還蠻會賺錢 對 然後 3車 再來 這個就是 好像到了國中之後 開始有 我到了國中的時候 開始有 這種設計的 的公仔 然後 這個 這四隻有一個故事 就是 有一次我們家去聚餐 然後 餐廳訂的時間還沒到 然後 我們就走走走走 看到有一間 賣玩具的 叫做野獸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是專門賣一些美食 還是什麼的玩具 然後 當時是 他有出一個 像這種的公仔 然後他是一盒一盒 那裡面每一隻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 那時候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媽就 就答應說 好他已經收了一隻 然後就是 就是 就是四隻一人一隻 這樣子 然後 可是誰抽到誰 誰抽到哪隻 我現在也忘記 對 然後 這一隻好像是 同樣的一個 一個系列的 那這一隻大概有 大概30公分高 對 然後他裡面有個玄機 就是他把他的 他的頭拿下來 他裡面還藏了一隻 對 然後另外一個 他背面有個東西 可以把他轉過來 他可以變這樣子 對 就是可以看你的心情 把他變不一樣的表情 然後去觸合 然後就是 就是他還有其他的系列 反正就 就買了一大多 然後再來是 這個是玩具總動員嗎 那想到玩具總動員 那時候 然後 我記得第一集出玩的時候 我有買了一隻 巴斯光年 那那是我 到現在覺得 做得最好的一隻 巴斯光年 然後可是 那時候 買完 過沒多久 我躺地出生了 那 大家都知道 媽媽對別的小孩都比較好 她就說 你這隻用品 要玩都放在那裡 不然給我 給他弄玩好了 那 因為 然後 可能過年 然後去 姑姑家裡 就看到這隻 巴斯光年很痛 她的那個 那個 面罩已經不見了 然後臉上已經被那個 蠟米畫畫了 那翅膀也斷了一半 對 那從此之後 我的玩具就不給別人 對 好 那 那其實現在 呃 這個 這個廠商叫海洋塔 那它有出了 呃 呃 呃 然後它打開是這樣的 它其實有蠻多配件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它不會很貴 但是它 附的東西很多 那它有一個很奇怪的頭像 所以網路上就很看得到 就是它會這樣 就 然後 這不夠A 然後 調戲 就是網路上有很多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運用 就是大家可以買來玩一下 然後 這個是 巴斯光年 它有漲價 巴斯光年滿多配件 然後這是 這個是鋼鐵人 它有出賣 它也有 這個牌子也有出 就是免服車 就是 配身機 對 然後再來是 呃 當我開始看那個 大聯盟比賽的時候 這是 Many Marmer Race 這支是我高中的時候買的 所以這個牌子叫 麥法蘭 它專門出NBA 跟那個 大聯盟的 球員公仔 那這個是我在高中 第一次買網拍的時候買的 對 然後 這一張是我 是 大家知道去年 Many Marmer Race 有來台灣 就是加入一大 拿出來再拍了一張 然後它 一大的時候 它也出了一支 我也有買 這支好像是限量的吧 限量一千支 就被我想到了 然後再來就是 比較近代的一些玩具 這個就是 那個Tommy Stark 就是 呃 鋼鐵人3的一個場景 它就是那個實驗室的場景 對 然後可以幫它 變不一樣的動作 對 然後這一支 這一支 我為什麼買它 是因為它 附了一支這個 就是它配件還很多 這支就是 Tommy Stark說 要把威脅它 把它拿去 拿去什麼 國務館之類的那一支 然後它 它現在的功用就是夾著那個皮疤 幫它拍攝 老假 對 那它這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 這個系列也 也有蠻多東西 有這個藍圖啊 一些手啊 腳啊 眼罩啊 那它這個玩具比較好 是它連 所有的製作的 參與的人 的名字都會寫在裡面 然後這是 那個 那個 黑暗騎士 那叫什麼 蝙蝠俠 它的武器庫 對就是它所有會用到的武器都在裡面 對 然後它有 對 然後它 然後它 它其實蠻酷的是 就是它會把它的衣服直接掛在上面 對 然後 就 無聊的時候可以把它搭 它這個鋼鐵的好處就是 它的手可以比野 然後 可是 可是 這支蝙蝠甲比較 比較 比較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手很卡 它的手就只能這樣子 其他動作都沒辦法做 有沒有想到說 我都把它可能搭肩還是樓腰的都沒有辦法 然後最後 像剛剛上面這兩隻都是一個 一個牌子叫Hot Holes 它們專門就是出這種 電影啊 還是遊戲相關的 的東西 像這個就是回到未來的 他們又出這台車 又出這個人 那我再來 因為 這個我沒有買 因為 我沒有很喜歡 那 我會講是因為它比較特別 然後再來是 像這隻 小丑 這隻小丑 這隻小丑 有錢可能也買不到 就是因為 他們有一個很 很厲害 也很奸詐的 銷售方式 就是 你一定要買Hot Holes 兩個商品 那它每個商品都會付保證卡 那像這個就是用抽的 你抽到你 你才能買 那通常 我去看啊 不管是台灣還是香港 只要一買到它的價錢 一定是翻倍 翻倍在買 對 然後 這隻 這隻是一般版 但是這隻也很難買 就是 他們做得很好 就是你可以看 非常的像 就是有錢也買不到的 一個玩具 好 最後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這個是那個 Cost Baby 那它其實 這樣 一條 原價是1999 那我剛講到那個 野獸國啊 它其實每年 大概在這時候 快過年的時候 就會開始出青 那它會變成 1999 變 解一千塊 直接變成999 所以大家想要玩玩具 又不想花太多錢的時候 可以在過年這時候 去看一下野獸國的那個 網餐卡場 會有一些特價品 可以可以可以去檢評 對 好 那我大概這樣 謝謝 那你從QA 你看有什麼 我不知道你怎麼花 喔 我是沒什麼 研究 你這樣前後啊 你是 收起那些玩具 你怎麼 你有算過說 你這樣大概花多少錢 呃 花多少錢 因為有些錢不是我的 所以我跟妳說 嗯 其實很 我還有很多東西 沒有講 那像是我遊玩的那種 很小比例的火車 那種火車真的是比較高單價 也是剛好我爸爸他支持我們玩玩具 因為他說小時候我爺爺不買玩具給他 所以我們要買他就盡量買 可是現在自己在買的時候 就會自己去酸 因為我跟我弟兩個人也都在上班 兩個人可能聊天也沒聊什麼 整天就在聊玩具 他就是開了一個什麼新的一個 他就貼給我 因為他剛上班沒有信用卡 我有信用卡 他就說你這次幫我買 他就叫我刷卡 有刷卡所以我就去算 大概每個月可能會花了一兩千塊錢 在買玩具 那 好我下次再跟大家說一個玩具 就是拍賣的一個東西 就是現在賣玩具的一個方式 下次可以帶來嗎 帶來嗎 老實說我今天住在台北 他其實那一個都蠻大 我下次可以帶一些來 可以帶一些比較好攜帶的 對 就看他想要看哪一支 我想問他裡面是買過最貴的嗎 最貴的喔 最貴的我還沒有拿到 我買 大家知道Loki嗎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Loki他有一支魔杖 我買了一支 一比一支魔杖 就是預購都還沒有買 對 下次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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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帶來 就是看他可不可以抄襲別人的行李 那裡是很多玩具啊 對 有什麼收藏啊 你有個 我有一個架子 是專門放剛剛比較小的那些東西 那有一個電視 我是把一個電視櫃搬到房間裡面 然後就是電視櫃就放 就是剛剛那個Tony Stark跟那個蝙蝠蝦 那其實我後面還有預購了好幾支 就是現在我遇到這個問題不知道擺哪裡 對 所以不知道還可能擺我第一房間吧 因為我弟房間其實也擺了蠻多的 因為他其實最近在封那個失去車 對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那個 叫什麼 旋風衝鋒嗎 就是小號 旋風衝鋒 然後 重點是 那個卡通裡面都會 就是他開過去 那個車都會彈 就是他有避震器 我弟現在就是在研究 就是把避震器石做出來 對 他就每天在那邊鑽殼 鑽底彈 然後加避震器 這樣子 我弟比較實坐拍一點 我弟比較實坐拍一點 還有嗎 像那個胡迪那種 對 喔 胡迪喔 跟大家講過 就是其實你去露天都買的到 所以是我都買到 對 我都用露天買 然後 你可以看一下 每一家的評價 然後 可能在買之前 你可能要洗一下自己的評價 因為有些 有些店它是可能 可能他會限制說你自己私人的購買評價要超過4或5 然後好 順便講好了 就是其實現在台灣的玩具有一個 也不是問題啦 就是也對我覺得對玩家來說 就是我們買的人是一個好處 就是說他在出之前他會跟你說 這個東西大概是什麼時候 譬如說某很多買的玩具 可能是2015年的某個時間點他才出 那你就可以先運購 然後運購之後就去Saven 就是現場到貨再拿 然後有一些像這種啊 就是這種的話 就是我會去那個西門町的萬年 裡面有一家店 那他可以讓我先預付訂金 然後再貨到再把會關上去付掉 那通常都是去網路上買的 因為我買一隻蛋糕先生 他那個價格貴的很貴低等級 對啊 所以你要挑 對 所以要挑就是 其實不會差太多 通常差個一兩百塊 就是越有名的店價越貴 所以可以可以斟酌一下 所以其實我跟這家店買了很多次 我才發現他的功效沒人家過 對 最近才發現 對 嘿 好 你會想組一個玩具的什麼社群 然後大家來做 呃 社群 我是有在加 我覺得其實那個Facebook上面 都有很多這種社團 我是有加入過 可是我都是潛水在看 就是比較少是發言 但是我自己會想要 可能開一間玩具店 之後自己賣玩具 對 可是可能那個還很久 因為其實現在賣玩具也是挺激震的 對 最後一個問題 有試著自己想要製作嗎 製作 有啊 有製作過啊 像那個閃電劈射 我就做了好幾台 然後做出來都是白白的 因為他要噴機 對 噴機 那以前已經連買 我先騎自己上市 可是那時候小時候就是 就是 我覺得 而且現在上班也沒有時間 再跟著買現成就好 對 對啊 大家還是可以了 謝謝 謝謝